娱乐大嘴巴 最会用钱滚钱的大明星 欢迎收看娱乐大嘴巴 在娱乐圈打滚虽然收入很高 但激烈的竞争以及相对不稳定的工作 许多明星开始捞过界 跨足商界经商投资 通过资本市场为自己的身家保值增值 现在就带大家看看哪些艺人最会投资 而他们又怎样赚得盆满钵满 非可不讲的就是赵薇的身家 在一天就暴涨了21领级 这个数目真是吓了全部人 赵薇和老公入股的阿里影业 日前横指全日狂升961点 让赵薇夫妇短短一天内身家总计暴涨 除此赵薇曾经入股 8年内股价翻5倍的重庆路桥 作奖唐德影视上市后的70倍收益 和审管股份成立合资公司 成为影视圈最会投资的高手 另外赵薇的同班同学黄晓明 投资非常广泛 除了是华裔传媒的股东 他还投资了餐饮 红酒 医疗 反产 高尔夫球等多个领域 他和乌企贤曾志伟等人在北京共同投资成立了金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现在全国已经有几十家的连锁店 此外 黄晓明还投资在一些收藏品和黄宝项目 似乎聚财至今估计超过了2亿令吉的财富 周星驰家底丰厚 在金融风暴香港楼市跌到谷底的时候 他就趁低出击 当时用马币1400多万购买了旺达仙达广场的商铺 果然没过多久 香港楼市开始反弹 涨到2000多万 因为看好香港楼价的走势 新年投资买地皮 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升值一城 如此的业绩 令他成为所有投资明星中的大赢家 刘佳玲在上海投资马币1178令吉装修期的Muse酒吧 一年之后再投资第二家酒吧M2 Club 之后他和梁朝伟一起投资开设餐厅 去年还创立了护肤品牌佳玲品牌 据了解刘佳玲投资房产也是百发百中 近年来还代理了多个国际时尚品牌 在这个时代靠打工的工钱是不够的 如果有多余的钱做一档漂亮的投资 那当然是最好了 相对的如果有高回报就有高风险 所以在投资上要小心谨慎量力而为